大家好,我是紫生 歡迎收聽歐洲國家盃焦點分析 星期五的深夜,歐洲國家盃八強首場開打 瑞士和西班牙將會在聖比德斯堡球場一決高下 瑞士在16強面對俄斯世界盃冠軍法國 在法定時間最後時刻落後兩球的情況下 頑強攀平比分 最終通過十二碼大戰淘汰對手 球隊的士氣也正直高昂 這場球面對另一支傳統的勁女西班牙 相信瑞士也不會有一點畏懼 在今屆歐洲國家盃賽事中 瑞士被分成A組 和最有勢力強勁的意大利 還有威爾斯和土耳其 瑞士被外界普遍認為能取得小組第二名出線 但由於第一場球未能贏到威爾斯 這打擊了瑞士的士氣 第二輪由三球大敗給意大利 瑞士和土耳其在最後一輪也迎來生死戰 幸好瑞士的陣容實力也相當不錯 而且球員的心理質素也足夠 對著土耳其 憑著斯弗諾瑞的日波和沙基里的梅開爾島 瑞士3比1贏土耳其 以最好的四支小組第三名之一準給淘汰賽 到十六強之後 瑞士面對的是俄羅斯世界杯冠軍法國 瑞士可以說是九死一生 不過在各場比賽中 首先入球的就是瑞士 斯弗諾瑞上半場早段時間也幫球隊領先 不過由於實力的原因 發覺在下半場中段連入三球 把瑞士逼到被淘汰的懸崖邊 在法定時間最後十分鐘 瑞士亦全面壓上做出反擊 他們連入兩球 奇蹟地把比賽帶到家時裏 後來居上的瑞士 最後亦通過十二碼大戰 爆冷將法國送回家 贏了這場驚心動化的比賽之後 瑞士士士氣亦達到一個頂點 同時晉級八強也創造了他們隊史裏 並不是歐洲國家盃最好的成績 他們也有望繼續再創造歷史 不過也有所隱憂的就是 當選瑞士對法國這場比賽 MVP的隊長薩卡由於累積的王牌救贈 這場對著西班牙將會決陣 他亦可說是瑞士中場的核心 缺少了他 瑞士的攻防亦受到極大的影響 相信球隊其他球員需要承擔得更多 除此之外 瑞士近幾年對著西班牙也沒有落於下風 他們兩隊近三次的交手有兩場是和球 而且單場的失球也沒有超過一球 面對著傳控踢法的西班牙 瑞士的防守都是不錯的 這場球再次對陣 沒有絕對攻擊強點的西班牙 瑞士的防守反擊戰術 可更加高效 在歐洲國家盃開始之前 西班牙在某種角度來說是最有自信的一隊 因為他們只帶了24個球員 因為一旦出現傷病和停賽的情況 安力機的用人將會受到不少的考驗 仔細留意可以發現 安力機執教西班牙幾年時間來看 他的用人亦有一定的轉變 安力機一開始還是十分信賴老將 球隊的陣容結構年齡 都是相對來說偏大 不過隨著近年足球的改變 球員跑動變多 年紀偏大的球員在整個賽櫃踢完之後 恢復的時間肯定不夠年輕球員那麼快 上面亦都較多 安力機想要求球隊提速 就已經十分之困難 所以安力機也跟隨時代的腳步 將陣容結構年輕化 他招攬更加多的年輕球員 菲蘭特利斯 帕迪 阿力加西亞等的年輕才晉 在他的揮駭都得到重勇 陣容的年輕化 亦都令西班牙始終保持活力和衝勁 加上隊裏還有布斯基斯 佐迪艾巴這些經驗老到的球員壓陣 西班牙現時的陣容可以說是相當合理 而且在整體而言 隨著比賽的深入 西班牙的表演也都越來越入高 西班牙的十六強面對著克羅地亞 即使在最後時刻被克羅地亞追到3比3進入加士 但在加士上半場 摩拉達和奧華薩寶相繼入球 西班牙最終5比3贏克羅地亞 亦都成功晉級8強 在那場比賽中 還可以看到西班牙的一些問題 一方面 很多球員首次踢這些大賽 淘汰賽 還是有少許緊張 好像帕迪回傳給門將 而西蒙亦都停不住 被球流入自己的籠門 亦都充分體現這一點 今場對著瑞士 年輕的球員 需要儘快適應比賽 敗脫緊張的情緒 看出自己應該有的水準 才能夠幫到西班牙 另一方面 西班牙攻擊線上 亦都沒有絕對的強點 球隊亦都屢次創造到 得分的機會 但摩拉達 菲蘭托利斯的把握能力 都不算頂尖 特別是摩拉達 這個效力組合達斯的前鋒 更加屢失良機 被外界批評 他今場球的表現 亦都是優惠關鍵 多謝你的收聽 我們是安播足球快訊 記得Like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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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